回到了九位, 令大家久等 今天星期五来说, 当然是特别忙 大家看了这个星鱼红钟 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 星鱼红钟 今天是非常非常忙 所以我们今天做一节就算了 一下直落 首先, 报告一下现在在伦敦的情况 虽然我们现在是直播室 但是我们现在是深系聖Pancris的火车站 即是地铁炸火火车站也好 其实那边是火车站 好了, King's Cross是火车站 这个是聖Pancris的地铁 那边是比较旺 钢琴家, Dr.K真的拿着维尼红光伏钢琴 钢琴依然在直升机旁边 不是说移开了吗? 昨天说移开了 我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其实是在直升降机旁边 应该是原位 现在就这样看, 有几张照片可以看到 好, 那就... 诶, 先看看 这个是不是呢? 不是这个 不是这张照片 我记得好像有其他人拍过的 主要就是这张照片 但是就比较寡一点 单调一点 就是维尼红 又说8964 太遥远了 也不关习近平事 OK 在香港的阮民安都敢分享这些东西 你不怕辱华吗? 大哥 他又说有些人种去到哪里都这么讨厌 你这样说话? 就说Dr.K重返伦敦聖Pancris 这样玩, 正到爆 其实一早已经预言了 只不过呢 我觉得就好像是比较单调一点 除此以外 今天也有一位 这个钢琴家 其实就是大陆来的 这个就是 他们好像 除了是这个 这个好像是我Facebook的朋友 这个就是叫Wiki 是不是好像Wiki Choi 好像是Wiki Choi 以前都来谈过的 香港的抗争者 是艺术家 他除了懂画画之外 他也懂得弹琴 我记得到了一年 大概是 隔壁这一个 我们看到他 现在在唱歌 一个就是唱歌 一个就是弹琴 唱歌的 应该是来自大陆的 我记得就是 以往六四 世界人权日 都见到他 挺活跃的 那就是 也都来 那就是 不仅仅 刚才我们看到 Dr. K 因为Dr. K 他过来 也都引来了 很多人 就是去 抽烈 这样 他也都说 Alton John 这个钢琴 现在变成了 一个 就是 艺术家的自由 Artistic Freedom 看见到 都挺开心的 很多人去拍摄 很多人去围观 这个女孩 就帮着他身边 不知道是谁 但是呢 都一起玩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都去访问他 整件事 发展到现在来 这样说 其实都 都是一个 算是一件好事 这件事 现在看到 这个钢琴家 就是昨天去弹琴 那位 香港朋友 Villia Dernan 说 Ricca Choi Ricca Choi Ricca Choi 我记得她姓 Ricca Choi 他是一个艺术家 除了会弹琴 之外 也会画画的 至于画面中 这一个男人 其实是昨天 第一日 钢琴获释之后 第一个 去谈的香港人 我估计 应该是 起码在网上出现 亦被网上封传 那他呢 这条片拍出来 他又没有遮掩 亦都不介意 没有戴口罩 其实都算是勇敢 相对很多 走出来示威的朋友 他真的被人欲搜索 你知不知道 是吗 我看到 其实好像是 好像是Billy 这个 Goodbye Hong Kong 那个 他有提及过 他就说 这个人被人欲搜 大陆人欲搜 这个 首先 大量的大陆人 应该是来自大陆的人 就是疯狂去 在Youtube里面 他这条片 就直到 现在上传这条片 的那位网友 姓梁的那位网友 被人说 垃圾内容 欺诈 或者是诈骗 是吧 就是你 Youtube就是这样 Youtube就是这样 不求甚解 只要他有很多人 同时间去投诉 他们就会是 凌枉物众 这个是这样的 就等于 你三个月之前 你不是拍过 谁 你拍过 张秀妍 你拍过 张秀妍的一条片 竟然有人 大量蜂蜂地 去投诉我们 然后我们收到 红标 有三个月内 就不要再犯事 如果犯事 就停权 是吧 几糟 你说是 那就是这样 Youtube有时候 是很难不讲理的 难不讲理的理由 以及他自己平时 Youtube 如何停权 包括关武器言 被人停权 的理由是一样的 他可以有很多 他的community guide 可以是很弱的 只要很多人 同时间去投诉 他就停了你才算 你说起这一样东西 我见到Dr.K 他最新 所谓的最新 都在说十八个小时前 他也有一段片 就说他收到大量的投诉 他很害怕 他那一天 就是被小粉红搞的那段片 会被Youtube擅置下架 所以 他说他已经 见到那些大陆佬 瘋狂洗版 疯狂投诉 所以叫大家 就尽快 back up 他亦都说 这一段片 就代表着他的 official permission 就叫大家 如果见到 他这段片下架 你给他一个 是啦 那他就 希望就是 生一结实 是啦 你说这一条片 就是这一条 They are desperate to delete the live stream 是吧 即是你既然哪个呢 那个什么 某烤歌 是吧 冷雪年 冷雪年 搞事三人组 搞出来之后 真的很鬼祟 即是中共呢 即是外交部 就不会支持他 即是你看到没有人支持他 官方没有人支持他 党媒有没有提 有没有怎样报道呢 其实是 党媒没有报道的 没报道的 太阳衰了 我看了文汇大公 好几天的那些娱乐新闻 全部不说的 那只剩下民间党媒报 即01那些 是不是 这个民间党媒 不知道可以撑得多久 现在 阿余 余品海 好不行 不知道要不要 因为下个月上庭 如果你说批准了清盘 那不就糟糕了 其实01就是 好了 他们非常愿意 要禁锁 因为其实你这些 每次收禁锁 他就是这样 是不是要先下架 我们都试过 这些 有 无端端 是呀 以前 即是高登音乐台 即是 乐搞 哪个 阿梁美芬 都试过这样 好了 现在 除了被人说拉落架之外 我记得 那个 Hello Billy 亦都说 他又说被人点上 懷疑被人点上 就被小粉红追击 令到他那条片 其实 他如果被人弄下来那条片 就不用点上 只要任何人 即是 你说弄一条这样的曲 你被人投诉 他就会搞你的 至于 有没有人欲地去恐吓呢 那 就说 除了YouTube之外 他要解释 是属于自己创作的音乐 自己拍 他也解释 居于伦敦这个地方 是享有言论自由合法的 只是被小粉红 透过检举 施以跨境打压 令他耿声 绝对不是仇恨言论 诈骗或者垃圾资讯的问题 而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而且他平日留意版权问题 在弹奏别人的歌曲的时候 必定会引述歌词和原创人 如果你说袁荣光 因为 那个版权主 譬如 Thomas 他申请了版权 是吧 就是我们过往出席的示威场合 我们都要 我们都要 为什么 因为原创人 就很在意 要收到版权 所以我们避免黄标 其实呢 我们都会 是 如果他选择收版权 而不是希望人家廣传的话 那就只能够这样做 很无奈 是吧 Thomas 如果亲自投诉 他还做了洪德 这个 是吧 是吧 所以他不希望收到版权 所以就唯有 是没有了 不是我们不想传 他做了这样的选择 都没办法 是吧 在频道里面 他上载了两段 《愿荣光归香港》的音乐影片 你上转这条影片 就一定会是黄标收不到钱的 你收到广告 一定是要给Thomas他们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他有权红标你 你这么说 是啊 怀疑因为被小粉红和网军检举 而连账户都停了 上诉最后 上诉又紧在43分钟之后 被拒 令他非常愤怒 很不合理的 其实是 就是 你这些小频道 是吧 你没有直线去打电话 给别人youtube 就是一对一沟通的话 是吧 就会受到这些不公平的对待 那他又没办法 youtube又不是说政府 他又没有公权力 是吧 他都大个好像公权力那样 往往都是这样 你看到现在阿军武器人 都很无奈 他又不太知道什么事 就是用了别人的东西 如果你做新闻的频道 很多时候 你都要引用别人的东西去说 就没办法 事实上 真真正正 被别人去检举 这些滋扰已经发生了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这个搞事三人总 是吧 是吧